近日,马依丽文章一家四口度假归来现身机场,文章推着行李箱爸爸,而马依丽则一手牵着一个女儿,大女儿爱马虽然还不到十岁,但是个子L已经到妈妈肩头了。 四岁小女儿同样穿着粉色棉衣裙,看起来非常活泼可爱,其中最吸引人注意李箱的大概就是穿着粉色长裙的马依丽了,虽然已经42岁了,修身的粉色裙装依然能看出身材保持得非常好。 露出那搭的白色公子背心,既有层次感又显青春,再搭配度假必备的宽颜草帽和慵懒风十足的拖鞋,整个度假造型舒适又显灵,看起来倒还是一副少女样,穿着白T蓝裤的文章,背着黑色双肩包,戴着墨镜的一脸严肃模样。 虽然34岁,但是看着却并不显年轻,为啥小8岁的文章感觉老了那么多,不过还是非常佩服马依丽的,不仅家庭完整,演技也备受肯定,42岁反而越来越少女,最近几次公开亮相造型正是非常完美。 比如在《老独者》中,这套长款白色衬衫裙的造型,收腰款式搭配A字形裙版,非常修饰身材,All White Look搭配冰蓝色绑带高跟系,既清纯又纹一半,白玉兰颁奖典礼,这套陆背礼服造型更是惊艳,修身款式加立体剪裁,简约大气,优雅又带一点性感,可以说高级感十足,而且当天还以我的前半生,斩获白玉兰最佳女主角,可以说惊艳了全场。 中国电视剧诞生六十周年盛典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